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前副水长上台 画面现场是灌溉水质跨域合作成果发表会 农委会农田水利署特别与环保署跨域合作 在高雄 彰化 台中 桃园 透过智慧水质感测器监测灌溉水质 两年来成果丰硕 有效遏止不效业者对农业环境的危害 从109年12月开始我们就开始规划 在110年跟111年 我们就陆续在本署等高雄 彰化 台中跟桃园 几个管理处的一个重点区域 共同来铺设置会的一个水质感测器 那希望借用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 我们来提升涛盖水质监测的一个强度 防止很不法的一个发生 来确保农业生产环境的一个安全 我们希望透过水质感测器的一个技术的一个运用 同时我们也结合地方防保单位 跟机查大队 还有本署各团理处 大家通力的一个合作 我们成功的在110年 在高雄方山地区 我们查过电路工厂 到烙油拖盘未经过处理的一个强栓的一个费水 有效的防止不效业者 对农业生产环境的一个危害 那今年我们更扩大双边的一个合作 对台中的大突辽郡、丹挫原郡 还有我们彰化的一个新郡 等几个重点的地区 我们加强长时间的一个监测 灌溉水质 因应全球气候变迁 未来灌溉水质的一个保护 将面临更严峻的一个挑战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面对跟克服的 也期盼透过持续跟防保署 还有各相关防保单位的一个合作 我们洗手来确保灌溉水质的品质 为农产安全来发光 让我们洗手共创防御美好的未来 农水署也表示 随着科技进步 水质及时监测技术已经日益成熟 未来将扩大与环保署跨域合作 并结合地方政府的分境合集 共同洗手来确保灌溉水质 一起守护民众使用农产品的安全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儿子